- 北京实践,今天凌晨,欧冠联赛小组赛第五轮赛展开八场对决,其中,利物普克场1比2负于巴黎胜日尔曼,而热刺依靠埃利克森的进球,在主场1比0拿下国际米兰。 加上昨日进行的两场比赛,银超四队充满是双雄决定晋级,而热刺和利物普则需要等待最后一轮比赛结束之后才能确定。 目前来看,两队的晋级前景都十分渺茫,热刺战胜国米之后因客场进球多而排赛积分榜次席,最后一轮他们需要在客场挑战巴巴,小组赛巴巴还在长半季, 唯一的一场平局是客场1比1占平国米,热刺的第二轮主场2比4布迪巴萨,最后一轮前往诺坎普挑战颇有难度, 而国米则是主场对阵位差12分是一组的第一,并最终打进了决赛。 而热刺5胜1平击16分,利亚黄马和多特小组投宁出现,上赛季表现优异的两支球队本赛季却让人揪心,面临小组赛出局,不得不感叹欧冠竞争太激烈了。 曼联在无伦比赛结束后已经确定出现,由于最后一轮有温要达本组实力,最弱的年轻人而曼联要客场对瓦伦西亚, 所以大概算他们将以小组第二出现,淘汰赛中将很有可能出现曼联巴萨曼联半人曼联黄马等重量级的强强对话。 但正如穆里尼奥所言,进入了四分之一决赛,一切将变得可能。 曼联在无偿比赛中的失球分别为六个和两个,六个进球中,只有一个是在老特拉夫德打进的, 在卢卡·库拉什福德和三切斯等人没找到射门靴的情况下,曼联的前场攻击性依然沉弱, 而在联赛中已经丢了21个球的防线, 瓦娜在欧冠中目前只丢掉了两个球,是失球最少的球队。 在应对欧冠上,莫里尼奥的经验和智慧当中了红墨,目前丢掉两个球的队伍还包括了尤文,黄马, 白元,阿雅克斯和多特蒙德,若按照防守好来预测,最终的冠军将在这六只球队中产生, A小组和H小组中没有球队的进球数达到两位数,体现出两个小组球队的进攻效率不是很高。 曼联目前已经打进了14个球,是目前所有队伍中进球最多的,超过了打入13球的巴萨和大巴黎。 追平了上赛,既然月亮小组赛的进球数,班园和黄马是本赛季欧冠小组赛中攻榜两段表现最好的球队。 军师打入了12球丢2球,目前各小组的前两名已经确定了12只出现的球队, 剩下的四只球队将在热刺国米,纳布勒斯巴黎红军,里昂旷攻之间产生,待到下个月13号之后, 欧华将会正式进入淘汰三阶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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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可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